为了促进国内粮食自给率 推广国产豆米还有杂粮的消费跟应用 农委会昨天和今天一年两天 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了 国产杂粮推广成果发表展销会 国产杂粮相对于进口杂粮 它其实有很多的优势 包括在地 包括新鲜 飞机改 而且是比较养生 比较健康 那当然我们整个政府在推动财销履历 跟有机跟友善耕作 那也提供我们消费者在杂粮的部分 更安全更安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希望国产的杂粮 可以受到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 大家知道说国产杂粮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随时可以去产地去看 你可以有QR Code可以去看谁种的 那进口的东西呢你根本不知道 它是怎么种的 它已经在国外放多久了 那到台湾来之前 它已经坐船坐多久了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饮食 农委会也致力宣导消费者 对国产杂粮的消费认知 23 24号两天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 鼓动奇迹解忧杂粮快闪电活动 发表国产杂粮的推广成果 各式各样的国产稻米跟杂粮 透过研发与生产技术 有多种选项可以让消费者来选购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